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卜董 那我最近看到一支新出的啤酒 頭髮有點亂 最近有一支新出的啤酒呢 我自己我對它有點興趣 所以我就把今天把它買過來喝看看 那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金車的Burker's Kim Burker's Kim 伯克金啤酒 那這支啤酒叫做黃金Lager 那因為我對於金車出的威士忌 其實還蠻給他很好的評價的 所以呢,金車既然又出了啤酒 那我今天就來試試看這支酒好不好 那他這支酒跟他的威士忌 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這支並不是在宜蘭所生產的 他說他是在桃園中壢廠所做的 所以應該是在跟那個金車莎士同一個廠做的 畢竟那邊有鋁罐的封裝工廠 所以相對來講他要封裝啤酒鋁罐 就相對簡單喔 那我們來試看看 這支酒到底好不好喝 我平常比較常喝的大概就是金牌 那含尼根 偶爾會喜歡喝一下龍犬的深啤酒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支酒到底好不好 先讓各位看一下 我跑掉一些了 啤酒花很綿密 那顏色來講 比金牌還要深一點點 液了一點點出來 因為啤酒其實你要趕快把它擦乾淨 要不然通常地板都會變得很綿 那我今天就一次把它倒光來試看看 啤酒花一直都還蠻綿密的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口感怎麼樣 目前是喝到它啤酒的泡沫部分 它啤酒泡沫的部分有點比較像 Tiger 它的口感有點像Tiger 那它不像那個金牌 那樣比較偏酸 它啤酒花的味道比較濃郁 這支酒 我現在喝起來的口感 你看它比較偏苦味 啤酒可能啤酒花的關係吧 它的酒精濃度多少 看一下 4.9度 所以還算是正常的台灣比較常喝的酒精濃度 如果你在大陸中國有喝啤酒 你就知道一種叫雪花啤酒 酒精濃度2% 那個是根本像在喝水一樣沒什麼感覺 那我覺得這支的口感還不錯 那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嘗試一下 那啤酒就是這樣沒有太多的層次感 如果用直接一飲 然後直接吞下去的感覺是 口腔這邊會有濃濃的啤酒花味道 然後火韻的部分帶點苦味 那到最後呢 下去的時候是還蠻遵常的 倒覺得還不錯 那今天的啤酒開箱就到這邊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可以的話 訂閱一下我的頻道吧 畢竟其實這個頻道是我在替我兒子 幫他經營的未來 希望他可以自己拍影片 然後自己慢慢上傳 只是我在幫他建立當中 感謝你的收看 可以的話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鈴鐺 喜歡我的影片順便按個讚一下 感謝收看 掰掰